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的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呢 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 实际上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的问题 长期以来都有讨论 在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 也不是第一次 那么这次我们讨论许多的重要问题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 在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方面的讨论 第二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 第三呢我们讨论了双方呢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 比如说包括不搞竞争性贬值 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 并且呢就这个外汇市场保持密切的沟通 第四呢我们也讨论了 比如说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 来承诺披露数据等等 这些重要的问题呢都进行了讨论 双方呢在许多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其实我们的汇率还是相对稳定的 但同时呢我又说呢这个汇率的稳定不代表说汇率钉死了不动 它汇率必须要有弹性 有一个灵活的这个汇率形成机制才能够起到 我说的这个自动稳定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当时我们一定要在这强调呢 就是说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 也不会说这个用汇率来这个提高中国的出口 这个或者是进行这个贸易摩擦的这个工具的考虑 这个呢是我们承诺绝对这个不能够这样做的 这样的感觉 adiよ